周杨ore 邀请 是向基督徒散破邪恶的信息 几篇文章都很离谱 这篇叫做矛盾的我讲 有一条黄尸叫附慈恩 满口耶稣地说看大叔的爱 另外有个时代论坛自己 访问一个港独影片时代革命 就要访问一个导演周冠威 另外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有一个旧的神学院老师蔡定邦 向那大堆在英国移民的汉奸 说流散的我们 我在想圣经究竟有没有 替他们民族的奸细说话 有奉主的名出卖自己的国家 耶利米宣讲上帝的信息 说犹太人必定会输 因为你们犯罪带来审判 但是耶利米严格上没有通敌 我找不到一个圣经里面 背叛自己民族的人 的一个内容 我在想赛定邦博士 怎样去牧养一大堆 出卖自己民族 出卖香港 要把香港搞死的一帮人渣 他们要走老了 新有史 你说所谓的牧养是牧养些什么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大来有很多下想 究竟他们是怎样牧养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不过稍后再说 OK 我们入政题以先都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寿必记频道 分享留言 赞好和按铃铃 请你们会一天12点和8点看 有什么片出 首先呢 我认真跟大家说 我是反对一切暴力的 无论你是白衣人的暴力 还是黑衣人的暴力 我都是反对的 我会说 邓山 他判七年 某程度上是有上诉空间 因为他是领导角色 但是 他有没有暴动呢 按照现在法律的规条 我查过 就是有的 所以你说白衣人呢 只是自卫 他们用他的暴力 杀上去 这个港铁里出手呢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里不是他的家园 他港铁是 香港政府用真金白衣买了的地方 属于我们全香港人 但是你走到那里 你说保家户院 我是反对的 所以呢 我是没办法容忍 《时代论坛》 撑黑暴的 因为我白衣人的暴力 我都反对 合法的武力 只会是由警察来 OK 我在这里多说一点点 因为整个星期前 我是诚于 有些网友不喜欢我 生气我 看少了我 我都是说回 我 认为 对的东西 我对白衣人的暴力 我是否定的 何况黑衣人呢 为什么《时代论坛》 要同情黑暴呢 《反修例》的 这个《时代论坛》信 《反修例》运动里面的 纪录片《时代革命》 全片都是 去推许那群黑衣人 日前 在法国康城影展里放影 即是法国很卑鄙 要分裂我们的国家 这些是汉奸 收了美国佬钱 还要扮基督徒 事前有关制作 因安全的问题一直保密 即是偷偷摸摸 是不是 该片的导演 周冠威在7月22日 在网台节目 《因典时刻》 《因典》是不是在香港 周街打人叫做《因典》呢 在香港拆了地铁站 是不是叫《因典》呢 扔汽油弹 令到我们很多学生 去参与了黑暴 一身前途尽毁 是不是这个叫做《因典》呢 全家产时代论坛 这个仆街余冠威接受访问 他指希望电影能充当大家情绪的出口 肯定大家所做的事 即是扔汽油弹 是吧 他也认为 主从来没有 没有沉默过的 只要相信神会行公义的审判 就能坦然面对 那就是说唐英杰在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那就是说唐英杰在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是不是 拿一架 电单车 冲到警察那里 警察也是吃饭而已 是不是 圣经叫我们 要跟政权对抗的吗 新约没有这样教我们 叫我们顺服掌权 他拿一架车 炒进去 警察那里 现在判罪成了 我这部影片出门 直接判了 那是不是神实施公义的审判 审判你们这些黑衣暴徒呢 那这个就是神的公义审判 是不是 你不承认而已 但事实是 坦然面对 那你们 受罢 你们要移民 那这些就是上帝对你审判 你香港好好的住 为什么身有死要走呢 因为你们出卖国家出卖民族 他明白 现在风险很多 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容易退 至少这一刻我没事 是咯 你走到法国 在那里煽动 香港人继续搞暴乱 你时代论坛登这篇文章 就是要颠覆国家政权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你既然 你开宗明义 你时代论坛说 时代革命的话 那我就向国安公署举报了 是不是 周冠威指 时代革命 除了想表达社运追求的自由民主 自由公义民主 还想表达 运动参与者的想法 就是那些暴徒 他希望通过电影 让其他人可以彼此了解和结恋 跟你结恋 就是跟你一起搞暴动 你是不是在煽惑我们呢 而他认为 要修补社会政府和人民间的撕裂 就要彼此结恋 我不会和你们结恋 我希望你回来香港接受 审判而已 周冠威 就是你时代论坛 现在那些什么 罗文威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做天七 你在替国汉奸和外部势力里面 玩漂白 你还想害我们几多个基督徒去坐牢 扑你的街 我不会读下去的 你说完那么多东西 你大话西游说那么多东西 都是说一句 你们时代论坛 是一份邪教搞港独 替美帝国服务的报纸 我都是基督徒 我新教出身 我读的圣经我真的找不到一句 什么叫新闻自由 圣经没有讲新闻自由 圣经没有讲民主 现在香港现有的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没有在香港杀人 中国共产党尝试 要打倒香港的地产商 你们时代论坛 就替地产商工作 《矛盾的我》写在大叔的爱之后 富持恩 之前几个星期追看港版的大叔的爱的剧集 现在追完了 要好好整理思绪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暗默呢 初看这一套剧集的时候 我以为我已经变了神徒 迷想Anson Lo的同性恋者 后来这位女士很喜欢Anson Lo 喜欢她 被王德斌摸屎肤 后来我认清了 其实我喜欢剧集中你的凌少木 未必是现实生活中的盧瀚亭 我真的被迫要宣传 李嘉诚捧的基佬 为何我喜欢阿木呢 因为剧集中实在很甜 很迷人 很温柔 为阿田 煮饭 洗衣 整理屋 吸尘 每一个平凡不过的琐事 阿木都做出来 全都变成上心欲慕 因为阿田又是个男人来的 我问自己为什么 是单单因为Anson Lo的进肖面容 迷人的笑脸 哇 真是核肉麻道 扑街 还是因为凌少木 所展现出来的温柔特质 CAMCAM的 不男不女那种 只要男孩子身上才能显得特别 剧中下阿木的举动 如果换上一个可爱的少女 显得平平无奇 一些新鲜感 哇 真是顶不住了 我不敢问 究竟新鲜感有多重要呢 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 吸引我的 为何不是千古常前的真理 而是所偏离另类画面 即是人性罪性使然 还是有其他原因 说这么多东西 这个八婆说什么呢 就是同性戀是好的 你们基督徒不要信圣经啦 圣经说同性戀是罪 你省X翻啦 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这个是不是替美国普世价值 接着出卖我们的信仰 圣经在 这个罗马书一章说了 南和南行可恥的事 那就当不存在咯 是不是 接着 尼未记 的十八章二十章 嘿 我觉得很有美感嘛 是不是 是不是 说完这么多东西 一句说完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崇基 读过书啦 是不是 崇基大把扑街 puff 告诉你 崇基神学院 教你这些不是罪 是吧 没问题的 就是一句说完 你落这么多笔物 你所说的矛盾都是同性戀 就是 不是罪咯 你要黄丝嘛 推广地产商推广的普世价值嘛 普世共济会 光明会 要灭绝人口 是不是 我们个个搞了 那就是 人口越来越少咯 是不是 犹太人删多些 我们不删就最好咯 是不是 你时代论坛 说这么多东西 就替李嘉诚做事咯 是不是 我没有说李嘉诚是共济会 不知所谓 蔡定邦 我是崇基神学院的 不是sorry 这个是我以前读过 第一间神学院 信义忠神学院的律师 他教我旧约的 某个程度上 他教我的东西 某些东西 我也是吸收到的 基本上 叫我不要这么咬眼 要咬眼呢 圣经真的发生过大屠杀 这个呢 这个point我可以拿 因为圣经里面 其实只是讲一个 民族的故事 里面呢 里面呢 是有他的政治目的 有他的 取向 我们按照考古学呢 的而且确 找不到犹太人 在同一时间里面 有大量屠杀 加南人 这个呢 只是说 犹太人 他的心路历程的发展里面呢 对 面对着很多大的文化 无论是希腊人也好 波斯人也好 就来要溶解他们的民族 要跟他们通分 就来呢 他们犹太的民族 很难去维持的时候呢 犹太人就去作 就说我们的祖先呢 曾经为了血统的崇征 屠杀过加南人 所以 我们为了血统的崇征呢 犹太人呢 不可以跟外族通分 这个呢 基本上呢 他犹太人这样做 他说呢 后来呢 发展到武器成全 那就是说呢 犹太女人呢 可以跟犹太 外邦人结婚 犹太女人生的呢 仍然是犹太人 无论是跟外邦人结婚生的 或者是跟自己同民族的人结婚生的 都是犹太人 不过呢 犹太 犹太男人 如果跟其他 其他族裔去结婚 生了的呢 算不到犹太人了 我知道 因为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呢 我也会 多谢蔡定邦的博士 先生 他教我这些东西 我知道他是中 中神 中国神学院那里出来的 之后就读博士了 那 我想问你 蔡 蔡定邦博士 你想怎样牧养 现在这些在香港 支持黑暴 搞乱我们的社会 支持暴力 我看来看去圣经都没有说 叫我们支持暴力 蔡定邦先生 你信的身教 是没有马家比书 就是说呢 没有任何 整卷圣经没有教我们 怎样去搞暴动 没有教我们呢 可以随意欺凌 去反对政权之下呢 用暴力去乱教 真的没有 救了圣经 我就找到政变 找不到革命 革命就是在天主教那边 所谓的次正典 其实我认为那些是圣经 我现在都是天主教徒 那所以呢 圣经就有说呢 革命那些就是在天主教那本圣经里 新教是没有 没有教我们搞革命 没有教我们呢 在香港呢 在那里乱来 那现在这帮 走了去英国的人 在英港人团体搞个网上聚会 你怎么牧养他呢 牧养些什么呢 讲到BNO 讲到去 LOTR 就摘了 讲到这些走佬的仆佳人家产 这些人全部都是出卖我们国家 出卖民族 我看完整本圣经 究竟有什么经文 是讲着有一个犹太人出卖自己的民族之后呢 还要说是得到上帝的保守和带领呢 我看不到的 耶利米都不是出卖自己的民族 他只是作一个预言告诉你 没得打 但是呢他没有通敌 这些走佬的香港人 憎恨自己的民族 接着觉得去英国好像很威风 那样 情愿在香港洗厕所也不要在香港做专业人士 做律师那样 做医生又行 对吧 他们走到去 要背弃自己 成长的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跟外部势力去勾结 出卖自己的民族 在耶利米书里面呢 可能说的呢就是 那个民族主义都要听一下上帝的声音的 你为到你自己的民族主义 不听上帝的声音 那那个时代就是没有了 之前 犹太人犯太多罪 所以 是需要受到亡国的惩罚 你勉强抵抗 只是淘添一些死亡 没有价值的 所以才知道呢 这样跟当时的社会大势呢 逆流去做 但是天才不是汉奸 但以利 被老了 替尼布格尼撒王去做事 圣经就没有说呢 但以利呢 服侍尼布格尼撒王的时候呢 有参与呢 尼布格尼撒呢 侵略有大的战争 那你某个程度上 哎 他 他走去外国 都算是 做了 移了民 但是他自愿的吗 他不是自愿的 你们这些仆街是主动走的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圣经场景 你蔡定邦可以牧养这些 出卖民族 出卖自己 香港 在香港煽动叛乱 支持混乱 去对抗自己祖国的人 我不知道呢 你怎么牧羊 牧了些什么羊 是吧 硬说 是吧 你们呢 为了民主 自由 但是圣经没有民主的 跟着去宣讲一套西方价值观 跟着说 你 你知道做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宗教的走狗 跟着要颠覆我们自己民族的政权 你搞到香港和大陆各不成各呢 你这些叫做俗行公义 扑街 圣经什么时候教你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到 就是 很顏无耻 我觉得你蔡定邦 梁永善这些 你说牧羊? 你怎么牧羊啊? 扑曲圣经啊? 很多犹太人 分散于 因为亡国分散于地中海 他们自愿的吗? 好像现在这些黄丝 移民去英国 英国是在侵略我们中国 曾经在中国里面卖鸭片 接着呢 七八十年代呢 就是呢 有贪污 腐化 有闭寒卖毒品 有葛珀去贪污 那你们投奔英国就说 你觉得 哎呀你投奔理想的民主 那个呢 民族 那个国家 是你自愿去 但是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就是我说英国 是欺负你自己的民族 你要投奔去 是 你们全部都是汉奸 你蔡定帮去牧养汉奸 觉得自己很聪明 走去德国做宣教士 喂你在德国读书的 白龟公 你做什么宣教士啊 大哥 你走老着草就不要说自己宣教士啦 我真是不想骂了 就这么多先 你走老 你走老了 你走老了 还跑老了 咱老了